你好,我是保安,張寶欣 我是參加2017年香港小姐的一個女生 我平時的衣著風格 如果我沒有功能的話 我很喜歡穿T恤、小褲和球鞋 最多都是帶點飾物去襯托一下 最不滿意自己的身形 我覺得我沒有一個九頭身的身材 我可能比較矮小 在穿衣方面也想穿高一點、纖瘦一點 其實這次參加變身男女 我最想試多些不同的衣服 再嘗試穿得更美女 沒有? 我覺得我很長期的 這次穿上了,很配合 好,問保欣,喜歡這個造型嗎? 我覺得不是我平時會穿衣服 還有可以去…可能生日也適合 這是去伯父、伯母生日的組裝 你擔心的生日, 你應該不會這樣穿 我問Celia, 在選擇這類型的衣服 有什麼我們要注意的地方呢? 其實我覺得這類型的衣服很容易配搭 而且每個OL都好像會有這些衣服 但我覺得剛才提到顏色方面 我覺得近幾季的顏色比較鮮 我覺得比較漂亮 不要選擇這麼黑沉 因為如果穿格子, 會有一種成熟感 但如果披一件很鮮的顏色 現在整個衣服就像韓國的… 女性… 輕熟女… 韓國的女神造型 對… Megan, 你對今天的變身, 你滿意嗎? 很滿意, 我看到她穿了這件衣服 我覺得她多了一個自信 因為剛才我的感覺是… 她有點害羞, 斯文一點 現在好像很有智慧, 她有女人味 這個呢? 開始慢慢滲出來了 滲出女人味 對… 我覺得除了女人味之外 我又有一種成功人士的感覺 寶兒, 你喜歡嗎?你有這個造型嗎? 我覺得她能夠保持這件衣服 一穿到這個套裝, 再加上這個皮 其實原來她也很配合這麼鮮的顏色 對… 下次可能你自己也可以嘗試這個造型 對 好, 今天謝謝寶欣上來 也感謝三位星級兵團,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